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我国新增三宗确诊病例 那其中两宗呢是本土感染病例 另外一宗呢则是境外输入病例 全部都是大马人 而这也是我国确诊病例呢 连续两天呈现双位数之后再一次重返个位数 另外我国今天呢再有16名患者康复出院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病患人数呢 占了总病例的96.5% 至于死亡人数则维持在121人 那这也是我国连续持7天零死亡记录